對於今年的所有的疫情期間 我們都是用理性的來跟政府溝通 可是我們的政府對疫苗政策 對防疫亂七八糟 永遠一個講不清楚 再來就是我們一樣用理性態度 面對公投 我們圈台走透透 跟民眾面對面的溝通 我想公投是民意直接的一個表達 民意直接的表達是 我們民眾黨就是走到全國的各處去 面對面的溝通 我想這個是 公投不是一個示威體 不要每次都會把它打成是藍綠的惡鬥 從最近幾次的罷免到公投 最後就是要把它打成是藍綠的一個對決 一個惡鬥 我想公投對我們來講 就是倡議 倡議民眾的一個民意的表決 過去我們從9月開始就是全國走透透 我想讓民眾了解 到底我們公投在投什麼 我們的公投反萊豬 因為大家都知道為了民眾的健康 為了下一代的健康 大家不希望有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來 那個珍愛藻礁我們為了生態 我們會去保護這7600年的一個生態 再來就是公投綁大選 再來就核四 核四這一題就是說 我們其實昨天柯主席也講得很清楚 我們不反對核電 但是我們反對目前這一座核四在重啟上傳 那這個都是一個經過民意的宣傳跟一個倡議 面對面的溝通之下的一個結果 所以在這裡我們還是會一直不停的去宣傳這件事情 中選會今年的公投的預算編了733萬 那這個我在委員會裡頭也問過主委了 他說應該是兩個月內就要開始去做相關的一個宣傳 可是到現在完全都沒有 到現在來講他完全都不宣傳 然後可能他想要低調去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是中選會的失職 因為中選會應該是站在一個專業 而且是公正的一個角度上面 他應該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公投的一個宣傳 那剛剛總召有講過 第一個是他宣傳 他不宣傳 他不是宣傳不利 他是不宣傳 編的預算完全不宣傳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剛剛總召有講到 這個電子連署的這件事情 已經拖了兩年多了 他也都一直都不願意 所以中選會來講 我想我們民眾黨還是要很清楚的去表達我們的立場 謝謝 男小姐 鳥 你的 李 你們 各位 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